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说侄儿啊 老伯在装病啊 这接下去我们该怎么办呢 这是成的哪出戏啊 真是急死人了 不会是在商量我的终身大事吧 我得赶紧闪人 我说侄儿 你再好好算算 爹爹 怎么样 我们所剩的饮料 已经维持不住一个月的时间了 没想到路上遭劫 损失竟然如此惨重 是啊 不过 能在这次劫难中保全的性命 也算是万幸了 说得也是啊 只是将来的生活用度该怎么办呢 我和妹妹还有一些细软 可以拿去换金银两 帮助家里度过一些时日 想出长远之际前 也只能委屈你们姐妹了 爹 你不必太担忧 有女儿在 我是一定会帮吕家度过难关的 这护花的任务算是完成了 我该好好想想怎么回家了 再不走就回不去了 没电了 不会吧 我没带充电器啊 说什么呢 我有充电器也没用啊 这根本就没有插座呢 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做一个发电机呢 需要 磁铁 铜线 还有 还有 转子 杰作 真是杰作 现在去找材料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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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卖的吗 徐公子 怎么了 看你愁眉苦脸的 吕姑娘 来来来 坐坐坐 吕姑娘 我现在呢 正在做一个发电机 这个发电机呢 就是 就是图纸上画的这个样子 可是啊 我需要两个东西 找不着 一个呢 是铜丝 还有一个呢 是转子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 帮我去找到这两个东西啊 你要做什么 我好像并不太清楚 不过 看你这个 好像很像 我这个簪子 这就是我要找的东西啊 真的 你能不能卖给我 公子何处此言 我和我全家的性命 可都是公子所救 如果 公子真的喜欢这个发簪的话 我就把它送给你好了 那谢谢姑娘了 易公子 这个簪子可是我心爱之物 公子可一定要妥商保管啊 我一定好好保管 言出必行 我发誓 这发誓还不行吗 行 姑娘 那这个铜丝 你有没有办法帮我找到啊 铜还可以做成丝的吗 你不知道的可多准 易公子 虽然我没有见过铜丝 但是我见过铜丝可以吗 铜丝啊 嗯 你是说铜丝啊 这铜丝比铜丝好多了 她的铜丝强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啊 那你能不能帮我现在就去找啊 那你等着我啊 早知道 我就问你了 opy吧 姐姐 都已经一年了 你还在绣这件青丝衣衫哪 当然了 我要赶紧将衣服绣好 等到时候 我要穿给我的如意郎君看的 所以啊 一定得一针一线 仔仔细细地配 姐姐私嫁喽 姐姐私嫁喽 是这个吗 你真的找到了 绿姑娘 你太牛了 我爱死你了 我可以 我会成功的 成功的 我一定会成功的 会成功的 有电了 有电了 我成功了 我去快送这姑娘 我早就做好打算了 你看 这里所有的东西 我都可以全部拿去当 不过 就除了这件金丝羽衫以外 姐姐 你的金丝羽衫上的金丝去哪了 我抽掉了 什么 这可是你一针一线 绣了整整一年才绣成的 你不心疼 我还心疼呢 虽然 这件衣服没有金丝了 但是 它仍然是我最喜欢的 原来 金丝是这么来的 他们家现在有了困难 我可不能袖手旁观 谁啊 我是小川 打扰了 公子去等一下 夜色已深 男女瘦瘦不轻 公子还是请明日再来吧 对了 这是古代啊 可不像现代 随随便便就可以约女儿出来K歌 男女瘦瘦不轻 这女儿还真可爱啊 素素啊 是我鲁莽 不应该这么晚来打扰你们 那我明天再来吧 啊 公子等等 公子等等等等 妹妹 一公子 妹妹刚才无礼了 我替她向你道歉 要不请公子进屋坐下吧 妹妹 你怎么这样啊 这个妹妹真是好玩儿 如果在现在可绝不会有这样的女孩儿 都是高兰那样的疯丫头 两位姑娘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是这样的 我呢 刚才不小心听到了你们的对话 我又突然想到了一条 可以解决你们府上金融危机的方法 就想急着告诉你们 真的 那你说来听听 爹 易公子来了 易公子啊 这儿说公子有事与老夫商议 不知何事啊 我呀 那真是叫有眼不识泰山 没想到您是这儿的名流大家 怪不得这一路上讲解的事那么精彩 公子过奖了 是这么回事啊 我昨天呢 一个人嫌得无聊 就去街上乱逛 看见一大群小孩儿在那打打闹闹的 这可不行啊 这荒废的学业啊 这不正好知道您学府五车吗 不如就开办个私塾 教教他们 让他们知书实理 这也算是为了沛县的父老乡亲 做了一件大好事啊 您说是吧 嗯 爹 我觉得开私塾挺好的 您想想 到时候我们就有了长远的打算 而且 也不必再为一世担忧了 哈 公子所言有理啊 办学之事 于人于己都有好处 只是开设私塾 需要一大笔钱 这可有些棘手啊 老伯 好 这件事您一点都不用担心 我那自有办法 可以让那些有钱人慷慨解囊 给您捐出一座私塾来 哦 这什么事啊 就是啊 等了这么久了 是啊 这么长时间了 是啊 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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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了开了开了 来了来了 各位各位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旅公他身体不适不能见客 所以呢 特地让我来给大家道个歉 哦 不过旅公虽然身体有病 但是心里面 还是惦记着各位沛县的父老 他老人家听说 沛县至今还没有一所像样的学校 所以他决定要开办一所屡室私塾 广收沛县的子弟 亲自为大家授业解惑 太好了 这个什么时候开业啊 我准备带我儿子 带我儿子来 大家听我说啊 跟着旅公读书啊 将来一定会有好先程啊 是啊是啊 我也是 我也是 什么时候开门 大家听我说啊 旅公呢 生性甜淡 一直闭门谢客 不过呢 为了筹办这所私塾 他决定 在久久重阳那天 要举办一次慈善宴会 筹集上款 那天 大家就有机会 可以见到仰慕已久的旅公了 不过机会只有一次 因为私塾开办之后 他老人家 就要专心授客 不再见客了 那岂不是 以后都见不到旅公了 是啊 这位大哥 说得一点都没错 以后啊 除了上私塾的孩子们以外 估计大家要见旅公 那是难上加难楼 那我可不能错过 重阳宴会 我要报个名 我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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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我一个 我 杀武造 既然是慈善宴会嘛 自然 你们交了善款 统统可以参加 不 是旧可以参加 为了能够让大家更加详细地了解此次宴会的章程 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份说明 拿出来 什么东西啊 这是说明啊 大家看好了 这是我们慈善宴会的座位分布图 上面每个桌子每个椅子价位都不一样 越靠近旅公的座位价格越高 当然了大家不要误会啊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靠近旅公你不仅可以看到他 你还可以跟他说话 还可以跟他握手 还可以跟他喝酒 价格虽然高 但是这机会 可是只有一次 只有一次 当然了 旅公呢 他绝不是贪财之人 此次 这个筹集到的捐款 每个铜板都会用在四处之上 绝不会落入旅公自己的口袋 你说这话谁信啊 你怎么能证明呢 就是啊 真是啊 这位仁兄 你的问题问得太好了 我相信这个问题也是在各位心中的问题 所以呢 为了让大家不必再担心 我们会在 这儿 立一块碑 我们将会刻上各位善公的名字 和所捐的款项数额 此次筹办学校的账目 也会对大家公开 只要对着这块石碑 就可以一目了然 这样 旅公果然见识高远 什么事情都考虑得清清楚楚 这让咱们沛县后生幸福了 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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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的可比我想的还要好 知识改变命运 效育决定人生 明师铸就名校 尚管连接善缘 好 清醒打造 配线第一重点私塾 旅公旅公 终以成功 旅公旅公 终以成功 捐款了 捐款了 来来来来来 我们都捐了 好 来来来来来来 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骄傲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啊 希望你们都可以见到 仰慕已久的旅公 送给我一份 跟旅公喝一杯 可以活到九十九 跟旅公握一握手 好沉哪 你说啊 我咋就这么聪明呢 咱们现在不差钱了 易公子 回来了 怎么样 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全是钱 给 小心点 是不是太多了呀 这些都是钱啊 都是钱 哇 真的耶 易公子说到做到 如此的聪慧 竟然能有这样的奇思妙系啊 我真是对你啊 佩服得五体投地 不不不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有没有 有没有水喝啊 有有有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谢谢 深茶 其实吧 我都是从那什么 慈善晚会上得到的启发 哇 慈善晚会 啊 什么叫慈善晚会啊 慈善晚会啊 慈善晚会啊 慈善晚会就跟今天的这个差不多 对了 咱今天还有好多高价的票 没卖出去 必须得找个概念 好好炒作一下 炒 什么叫炒作啊 炒作啊 炒作啊就是找噱头呗 就是把这个噱头 传播出去 让他们所有人都相信 他们就会像疯那样 来抢咱们这个票 你说怎么样 那哪些噱头 是可以拿来炒作的 那可多了 什么结婚啊 离婚啊 什么名人啊 什么美女啊 总之越八卦越好 我今天在你这儿 可真是学到了不少东西 此时我心中已有一计 易公子 那些没有卖出去的座位 你就交给我吧 没问题 耳儿了 客官里边请 小二 给我上壶酒 好嘞 你们知道旅宫 要开重阳宴吗 你真是的 这佩縣 还有谁不知道啊 一个座位可不便宜啊 去的可都是佩縣的 达官贵人 香山明事啊 是啊 达官贵人 各位有没有听说 这个重阳宴上 还有别的目的 这我们倒没听说 这位兄弟 您听到什么风声啊 我听说啊 这吕家有两个女儿 这你们都知道吧 这当然知道 听说呀 各顶各都长得如花似玉 就是没见过 那岂止是如花似玉 听说这吕宫教养得不错 一个一个出落的简直就是 风华绝代 而且都到了出格的年纪 这吕宫啊 有意 周女婿 对 对 我听说 这靠近吕宫的座位越近 越有机会表现 被吕宫赏识的机会也就越大 说得我心里直痒痒 可就是不知道 这二位小姐到底长什么样啊 这个你们放心 我呀 已经打听了他们家人 听说这二位小姐 明天会为了宴会出门采购 到时候 我们大伙可以一块去看看 怎么样 对对对对 不过说好了 这件事情 可千万不许再声张了 明白明白 放心 好嘞 那我回床 回床喝酒了 好好好 来来来 喝喝喝 吕家小姐来了 快去看看吧 这人到底怎么样啊 吕家小姐的姿色 那是绝对错不了啊 用不着这么多人来看吧 来 妹妹 快看 出来了出来了 姐姐 怎么这些人都怪怪的 真是 妹妹 不要管他们 咱们出去再说 好 我先不完蛋了 我先不完蛋了 这些人都怪自己 看这些人都怪自己 那些人都怪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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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开了 来来来来来来 醒醒醒醒 这位公子 您看看咱们这儿的座位 哪个 你穿成这样干什么 怎么样 不可以吗 我觉得穿成这样挺好的 再说了 今天这种场面 我能不来凑热闹吗 起来起来起来 你看 别急别急啊 这些人对你们俩姐妹 也太不合适了 咱们这不是炒作吗 这个是他们一乡情人罢了 何必当真 谁也没说过 我们真要在宴会上责序吗 看出来 你还挺厉害的 那当然了 这都是你教的 再说我记得你说过 什么绯闻 炒作 结婚传闻 我只不过把他们融会贯通 合成一计罢了 厉害吧 送你四个字 庆祝于兰 谢谢 还有没有人要啊 来来来 那 给 这简直赶上二人零七年 买鸡青超狗票 一个一个来 买吧 炒吧 别着急啊 排队排队啊 全都是泡沫 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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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犹如斯文啊 爹 爹 你干嘛那么生气啊 这不过就是半真半假 捕佛装影的传说罢了 爹什么时候说过 咱们吕家什么时候说过要择序 只是他们那些人 想如飞飞罢了 就算我们没说过 可全沛县的人都知道了 将来 将来你们怎么找夫家呀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个呀 是半真半假 此话怎讲 爹 我呢 一直想给妹妹找个好夫家 这次能付上钱 坐在爹爹旁边的人 一定都是名文望族 所以 爹爹可以趁这个时候 跟他们说说话 摸摸底 好给妹妹 找一个好人家 一则呢 是让妹妹 可以有一个好归宿 从此都不再受苦了 二则呢 我们初到沛县 如果有一个 有权有势的亲家 这样 会更有利于我们吕家 立足生根呢 你说的也是有理啊 我们初来乍到 这不是为结交 乡身民事的好机会啊 芝儿 你以后做事 先跟为父商量一下 为父也是通情达理之人啊 嗯 女儿知错了 除了素素 你也是我的掌上明珠啊 要不为父也给你挑选一户好人家 我 我 我不要 爹 其实 其实女儿心里已经有人了 冯快啊 你今天怎么在东市摆摊了 今天不是重阳节嘛 吕府要晚宴席 我跟你一样来凑个热闹 人多地方好做生意嘛 我跟你可不一样 我不是来凑热闹的 莫非你也想进去啊 有何不可呀 我明白了 你不是来看热闹的 你是要弄出点热闹来 给大家看看是吧 不过你想也是白想 咱们沛县多少名门望族 都盯着这女家姐妹呢 你呀 还是先把这一日三餐给解决了吧 只是老样子啊 给你的免费酒肉 六兄啊 我跟你打个赌怎么样 将来啊 你要是娶了这吕家大小姐啊 我就一辈子跟着你 给你当随从 好 你这彩头啊 我还接下了 我还还你一个彩头 如果我娶了吕家的大小姐啊 我就让你这狗肉铺 扬名天下 报答你多年来 让我白吃白喝的好处 怎么样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这是我今天的转头 我都给你作为资助 怎么样 好久违了 是啊是啊 酒违了 酒违了 好久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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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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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 来来来来 里边行里边行 家里的好 太好了 好啊 我都给你也来了 来来来 这边 坐坐坐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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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我看 那个爱说爱笑的香绳就不错 行行行行行行行 看上去 好像年纪大了点 想必 他已经有蹊跷了吧 不行 要是妹妹嫁过去坐小 那可不行了 那个年轻人怎么样 这个好像还挺合适的 这样吧 等会儿你到了席间以后 一定要好生地仔细打探打探 知道了 快 素素来了 好 好 爹 今天精神怎么样啊 好好好 我去照应一下啊 好 素素 快过来看 好热闹啊 来那么多人 多谢光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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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请请请 好 谢谢 多谢 好 好 李公 谢谢 李公 今日重阳佳节 各位光临寒舍 老夫感激不尽 各位入席就坐吧 好 多谢李公 好 好 来 坐坐坐坐 人还真不少 李公 小声敬你一杯 好 请 李公 祝你选个好女婿啊 请 这么老的人也敢来 姐姐 你是在干嘛呀 我在给他们打分呢 我要把他们的衣着 相貌 性格 体型 通通都打出个分来 这是干嘛用的 这个呀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 你不要管了 不要管了 好 请 闲杂人等 让开让开 哎呀 都是乡里乡亲的嘛 行方便 三个钱就想进去啊 那佩仙的人 都可以进去了 你知道最便宜的一个坐 多少钱吗 一千钱 你呀 再找三百个你这样的穷鬼 凑分子去吧 你 走走走走 我早就说过了 他不是来看热闹的 他呀 是弄热闹出来给大伙看的 走走走走 狗眼看人低 你怎么骂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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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三爷啊 人三流 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牛三爷啊 牛三爷啊 人三流 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牛三爷啊 人三流 赖蛤想吃天鹅肉 牛三爷啊 人三流 赖蛤想吃天鹅肉 三爷给你们买点好吃的 想不想吃啊 贺钱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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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儿 你拿着拿着 贺钱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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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泼皮 还有完没完呢 贺钱万 赶快走啊 要不然我冻出了 贺钱万 隔着马路 就不是吕府了 贺钱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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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这是 贺钱万 如此重要的宴会 竟然会有人来捣乱 贺钱万 不行 我一定要出去教训教训教训 姐姐 现在满月的宾客 你出去不合适 贺钱万 素素说得对 我去看看吧 谁今天给来砸场子 贺钱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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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能喊 金喊 走走走 走走 你干什么 你去去去去去 你去去去 慢点慢点 原来是刘兄啊 咱们又见面了 哦 兄弟 我今天有事 等我闲人来的时候 我请你大块的吃肉 大碗的喝酒 不必不必 我说刘兄啊 如果你今天是想进去蹭饭局呢 那就请收下吕家的好意 那别出去吧 给我个面子 我刘邦今天不是为了这串钱来的 我是为了吕家的大小姐而来的 什么 你你你你敢污蔑小姐的名上 去去去去 你出来你的嘴 就是 等等等等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我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在家排行老三刘邦事业 看什么 真的就是汉高祖刘邦 什么汉高祖 我是四水亭长刘邦 汉高祖 这个名头倒是不错啊 汉高祖 对了 他才在哪里知道自己的未来啊 这趟可真不赖 先和向羽结拜 现在又遇到了刘邦 刘兄 刘兄 是我不好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来 你跟我进去 我带你进去 来 来来来 请 请 刘兄 刘兄 走走走走 今天认识你可真是太高兴了 哎呀是他呀 怎么是他呀 怎么来了呀 他一天到晚 蹭吃蹭喝的就是他 哪里 二日 留三日啊 哎呀 怎么操耐 怎么这种人 这个人衣衫蓝绿的 怎么看起来 却像是最尊贵的宾客 这也叫尊贵啊 我怎么看他就像脸皮厚到极致了一样 分明就是来捣乱的 一会儿啊 小川抓到他 我非好好地给他两个耳光不可 他就是那个骗吃骗喝的刘老三 他就是一个好吃懒做的 穷得发抖的 经常说空话的小亭长而已嘛 他怎么来了呀 我也觉得奇怪 真是 他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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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别请 他还那么彬彬有点 就是 这人抱着啊 真是啊 就是啊 六兄 这位就是吕工 四水亭亭长刘邦见过吕工 喝喝喝喝喝 就是你让喊的贺钱万 是是是 我看你身上一万个钱倒是没有 倒是有一万个狮子 如今你们耻笑我 将来必定要求我 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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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了吧你 这个刘邦 真没想到 他还挺狂妄自大的嘛 我倒是觉得他挺与众不同的 你看 每个人都对父亲奉承个不停 倒是他 不卑不亢的 来来来来来 那么多人都在笑他 挺可怜的 来来来来来 姐姐我们去帮他吧 帮他 不帮 你看看他那样 分明啊 就是在给我们吕家丢脸嘛 我才不帮他呢 我恨不得 立刻就把他扔出去 多打他一顿 姐姐 别那么生气 消消气啊 能不生气吗 你看看他那样 真是讨厌 吕工 来来来来来 我跟你说 这个人千万不能小看 他以后 那可是人中之龙了 来来来 请 来人 在 家作息 是 谢过吕工 这 我早说过 这个刘邦不一般吧 好 好好好 刘公子 今日有缘 老夫敬你一杯 不敢不敢 吕工请 请 这怎么回事 对对对 看怎么回事 就是 就是他呀 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罗小姐呢 是赵氏集团的总经理 多年来啊 他们一直赞助咱们的研究 你的奖学金和研究经费 就有一部分是来自他们的捐赠 你应该多谢谢他们啊 你好 我叫罗拉 你好 久闻易博士的大名 今天终于见面了 幸会啊 不就见个面吗 至于这么高兴 今天是咱们研究组的参观日 有不少资助者要来参观 罗小姐特别提出要见你 我们呢 一直都很关注易博士的研究 说句得罪易教授的话 将来你一定会听出于蓝 顺于蓝的 过奖了 大川啊 你就带着罗小姐去参观一下 去走走 罗小姐 那我先去忙了 好 您忙吧 罗小姐 这是我妈妈 伯母啊 你好你好 你好 易博士长得真的跟你很像啊 对对对 大川啊他长得像我 人呢聪明 长得也帅气 而且心眼也好 这孩子啊 妈 这位是 这是我同事的妹妹 你好 好 这样吧 我带你到外面去参观参观 好的 妈 你们先忙吧 好 好好 这边请 这边呢就是研究室 前面那个是 好 兰兰 你觉得罗小姐怎么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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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川这次一定有戏 啊 啊 哎 这样吧 我带你去啊 不好意思啊 啊 儿子 妈觉得这个罗小姐可是不错啊 哎 难得有女孩子又漂亮又喜欢文物的 你抓紧时间跟她聊聊 你们认识一下 妈觉得你们挺有缘分的啊 啊 好了老妈 小声点行不行啊 人家都听见了多丢人哪 哎呀 儿子 你得抓紧时间 鸡不可吃你知道吗 哎呀 好了好了 回头再说吧 哎 哎 这孩子 可怜的易大川 哎 洛小姐 嗯 我们走吧 啊 易博士 晚上有时间一起吃个饭吗 啊 太快了吧 啊 啊 什么太快了 啊 没什么没什么 嗯 我今天晚上值班 哦 那太遗憾了 本来约了几个企业界的朋友一起吃饭的 想介绍给你认识一下 这样呢也可以给研究所带来一些机会啊 哦 哦 这样的话是可以给我们研究所更多的机会 嗯 哎 这样吧 我找人点个班 那好吧 嗯 我就不打扰你了 你忙吧 好 嗯 嗯 晚上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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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高兰 你觉得这粒扣子是解开还是扣上好 不就吃顿饭吗 有必要打扮那么隆重吗 哎 我这可是工作啊 吃饭也是工作 你蒙谁啊 我去给研究所筹款 这是很重要的工作 既然这么重要 你怎么叫你妈来把关 她把我叫来了 她要知道一定往别处想 而你不会啊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